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 有很多比较老一辈的人 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展观 会觉得年轻人就是没有抗压性 一捏就烂 就会骂你们这些草莓族 所以当你被骂草莓族的时候 你当然心里会不舒服 你说我没有抗压力吗 你说我一捏就爆吗 那你当然会不舒服 可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学中 草莓这种植物 它有很特别的现象 它明明是双职业植物 但它的根系却是跟单职业一样 是须根系的 它的表面积更大 抓土地更好 另外你看到这个草莓 好像是它的果实 其实不是 它是假果 它是由它的花托膨大形成的 所以事实上这个看起来 非常柔弱非常娇小的植物 它身上带了一些很特殊的特色 所以当你被骂 你这个烂草莓 你先不要觉得难过 你应该要想的是 草莓这个物种 有些特别的现象 你是在说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有我自己的生存策略吗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叫轴根系 什么叫徐根系 什么又叫甲果 为什么说草莓这个双职业植物 这个草本植物 它跟其他的双职业植物 有一个大树 那些木本植物 到底有哪里不同 我们先在生物学上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轴根系 什么叫徐根系 如果你看一颗植物 它的金的下面会有根 如果它的根有个明显的主根 可能会有些分支 可能有些分叉 可是你发现说它的根系当中有个很明显的主根 那它就是轴根系 有个明显的主轴 但是如果你今天发现这个植物上 它的根来讲 哇 都很细 很细很细就像胡须一般 我们一般就叫它虚根 对不对 可是这个虚根当中有个重要的特色就是 你在中间你找不到明显的主根 你找不到明显的主根 所以每个根看起来都一样出 所以轴根系跟虚根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轴根系会有明显的主轴根 主根 而虚根系并没有明显的主根 每个根看起来都一样出 好 那我们所说到的植物当中 大部分双子叶植物 大部分都是属于轴根系 而单子叶植物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虚根系 可是草莓比较特别 草莓其实应该是属于双子叶植物 因为它的叶子是网状卖可以看到它的叶子 跟其他的双植物双植物是一样的 但草莓却它的根系却是属于虚根系 所以它是一个在双植物当中的例外 它是双植物却有虚根系的样子 好 那另外呢 草莓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般的植物它的画面会有脂肪 然后可能有熊蕊有磁蕊 然后里面有胚株 是我们的这个脂肪必有我们画的颜色 这个脂肪必开始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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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的胚株就形成种子 这就是种子 这就是形成果实 果实包着种子 这是一般种子被果实包不厚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植物 可是草莓不是 草莓是这种花托 然后上面有很多种小花 假装这种花就是花的示意图 然后这些花都会刺激下面的花托 花朵越膨大越来越膨大越长越大 而这个花里面的这些种子跟果实 其实就形成它表面一颗一颗小小的 像芝麻一样的这个构造的东西 所以你看草莓一个膨大的草莓 哇这草莓大概这可能是花的那个花鳄 这样子 你看到草莓是不是有叶子长出来 然后是一个膨大构造 然后有点点 这些小点点 其实才是它真正的果实 而你吃的这个果肉 是它花托膨大形成的结果 所以在草莓这种植物 它的这个草莓的构造 我们叫它甲果 就不是真正的果实 不是来自于脂肪壁 而是来自于花托膨大而形成的 所以跟一般植物的果实形成过程 也不太一样 经过刚刚的说明 我们就知道草莓这个草本植物 虽然它是双子叶植物 但它的根系跟单子叶植物一样 走向了虚根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明明是双子叶植物 应该是双根系的 可是它求新求变 为了增加自己对于土壤的事情 对于环境的事情 它就走向了 它不应该属于的虚根系 所以草莓它有一个精神 叫做求新求变 为了增加生存的几率 另外你们可以看到草莓 它的果实 是由花脱膨大形成的 跟一般的植物 由脂肪壁膨大形成不一样 换句话说 它为了增加自己种子传播的速度 传播的速率 传播的成功率 它还通过花脱膨大的方式 再度印证了 其实草莓真的是一个 为了适应环境 为了增加存活率 为了增加旨在传播机会 它求新求变 不断地找寻各种的可能性 所以相对于木本植物来讲 其实草莓这个矮小的 可能一年生两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生存的策略 不亚于木本植物 它求新求变 求生存的这样的意志力 这样子的生命的热性 任性 其实不亚于木本植物 所以下次如果你再被骂 你们这些草莓族 你反而要很自豪地说 对 我就是草莓 我们追求的草莓的精神 求新求变 不一定要高大 但是我们会生存 不一定要很雄伟 可是我们可以当时在不断地反演 好 所以在这个 被骂草莓族的过程当中 也许可以趁机来思考一下 既然你说我是草莓 我就好好的思考 我要如何学习草莓的精神 草莓它不大 可是它的果实也很柔软 可能一年就棒 可是你看到它透过这样的方法 它适应了环境 它透过这个方法 可以把它煮得快速的传播 我不用跟你硬碰硬 可是我用一些方法 让我的生存几率更大 这就是再次见证了生命的韧性 好 所以如果再被骂草莓族 你就想想 没错 我要学习草莓的韧性 而且还有求新求变求生存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好 所以在研化上面 我们草莓可能就透过不同的变化 在各种不同的天折压力下求生存 再加上草莓可能一年生两年生 它的生活是很短 所以大树可能50年60年一轮 可是一轮一轮一轮 那我们可能一两年就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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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增加遗传变异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子带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就再度印证又是求新求变 然后在这么快速的变化之中 我们可以在环境的筛选之下 慢慢的走到生存的一条路 所以我们就是在找不同的地方 我们有办法生存 所以草莓它代表的是另外一种 很特殊的生存的一个法则 就是不求雄伟 不求威武 不求强壮 不求第一名 可是我们还是透过我们的方法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找到生存的策略 所以我们还是在演化上有一席之地啊 所以我们要以草莓主为荣 这是一个显扯 但是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知道 没有一种生物它是绝对很糟或绝对很好的 我们在不同的生物上可以学到各种不同的技能啊 各种不同的优势啊 也从它比较不好的部分 比较糟糕的部分来学习 我们要怎么样揪改我们的缺失啊 如果让我们的缺点被改进 好,又到了尾声 我们还是讲一下我们的slogan嘛 就是认真学习 轻收鞋扯 这是见长安鞋扯 谢谢 拜拜